我剛才介紹了7788今次的戰利品 只剩下零審的東西 我去了一個喉童貓村 如果大家有買旅遊書或上網搜尋 應該都會搜尋到它 值得它或裡面是怎樣我會之後再說 裡面就買了這個手信 這個貓村的牌牌 其實它是明信片 它可以讓你買郵票寄回來香港 我沒有記住 我買來打算做門牌 還有買了貓村的磁石貼 40元台幣一個 就是差不多10元港元一個 我看到它蠻有趣的 蠻有特色的 我就買了 還有買了這個 小銀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裏有貓村標誌 這些就是現在的樂園很流行 讓你投多少錢進去 你自己選款 自己押個銅幣出來 你都知道 大家去台灣都會買手信 手信不外乎都是鳳梨酥 我就真的沒有什麼鳳梨酥 或者手信推介了 因為我信手信只有一個原則 就是便宜了 如果你叫我選手信送給別人 我是不會的 除了家人之外 所以我沒有什麼鳳梨酥好吃 必買送給別人的 我沒有的 我只是看一件事 它的價錢便宜不便宜 但如果大家以同一個原則 我會推介大家去美華泰買鳳梨酥 美華泰有一個最便宜的鳳梨酥 一盒 不知道八個還是十幾個 只不過是三十多元台幣 大家可想而知 這些價錢便用來送手信 我就建議大家去美華泰買 就不要留到機場 機場那些起碼 八到二百起跳的台幣價錢 也算手信推介 也算手信推介 我就推介這個 紅豆糕 我一向不買手信 但為什麼會推介這個 因為這個我不是打算送給別人 我是買回來自己吃的 這個就是我在十份買的 它正正這間紅豆糕 它叫做紅豆糕 它是媽媽天燈對面的一個阿爸 看看這個 真的很好吃 初頭以為是放出來 我經常吃的 我經常吃的 是熱的 咬下去不是熱的 可能它是冷熱吃都沒什麼所謂 即使我這個 帶我回香港 是雪櫃在雪櫃吃出來都沒什麼分別 因為它的酥皮不是主打 是薄薄脆 熱的 它的酥皮咬下去是軟的 但是很鬆軟很多層 我吃下去 它有些紅豆糕在裡面 我覺得很好吃 我覺得它是很特別的 吃下去是有點粉狀的 它不是脆脆鬆軟的酥皮 它是軟的酥皮 但我覺得很好吃 吃下去是有點粉狀的 剛剛不是因為我喜歡的東西 你明明不明是喜歡的 我特別推介的是地點 特別推介是五分鋪 跟師大夜市買的 先講五分鋪 五分鋪應該是全台灣 全台北自便 但是五分鋪比較耐士 五分鋪就好像尋寶 因為五分鋪是一個時裝批方 大家都知道 旺中那些3副鞋扮 到哪裏來的 大部份都是東門批發下來的 五分店舖類似東門批發那裏 但它們的三副鞋物很便宜 店舖前面都會有一個特價價 大部份都是由$100至$150一件的特價價 其實間間都差不多 我建議大家其實 與其只有五分店舖都是想找便宜的 想尋寶 當然是在特價價尋寶 而店舖裏面的貨物不是貴 都是旺角價錢$100港元左右 款式各有喜好 但我只能說是旺角的款式 如果要什麼風格、銅鑼灣等 就未必適合你 特價都這麼便宜 有很多已經是殘殘舊的 已經是擺到有職 沒有人買的舊貨 還有有些是錯版的 即是車載錯了條線 閘口位是錯版的 大家就看看嚴重程度 如果只是車載錯了條線 功能上就影響不大 但美觀就要看看自己 而第二個我建議推薦去買衣服的地方 就是私大夜市 為什麼呢? 因為私大夜市都比較便宜 而且私大夜市是很多台灣女生去買衣服的地方 是旺角價錢 但質素這些東西都離不遠了 其實那款式都像是行旺角的 都可以的 它會比五分鋪的款式好一點的 所以不喜歡行五分鋪尋寶 我建議大家去私大夜市買 剛才我買這兩雙鞋都是私大夜市買的 就是旺中價 旺中質素 旺中貨 這雙鞋是唯一百元港幣一雙 原本買兩雙便便宜 就唯一八十多九十元港幣一雙 因為我另外這雙鞋短包款 它是貴一點的 就是四百九十元台幣 這個好像是三九零 我兩個加起來就變成一百百元台幣兩雙 就變成一百元港幣一雙 如果兩雙都不是買短包款 兩雙都是買三九零 兩雙買便宜一點 就唯一八十多港幣一雙 其實都是旺中款、旺中價錢 其實買三雙是很隨意的 都是看個人喜好 其實戰利品已經講完了 因為我大部份已經講完所有東西了 其餘這一部分 就是講我今次分享台灣之類的 其實戰利品在台灣買的已經全部講完了 講漏了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是Gurli的波羅波羅粉 我現在不想拆住 我明天化妝、妝紋的時候 大家先跟大家拆開來看 這個是四百三十元港幣 因為我香港機場買的 但如果大家打算在免稅店買 我就蠢了 因為好像台灣機場免稅店便宜一點 為什麼我不在台灣機場免稅店買 因為我在台灣機場免稅店買 我那時候沒有遇到會買這件事 所以我根本沒有搜尋過免稅店 究竟是便宜過外面 專櫃多少 進去才辣帳 我一直在猶豫猶豫 在計算、讀計算機 誰知道機場免稅店快入閘了 我就說算了不買了 不買便入閘了 機場大多數是購物書 有些標明是免稅店獨有的 就是這個 這個雙個旅行迷你了 就是免稅店獨有的 那我就看到免稅店獨有 那應該就算貴一點也在外面也沒得買 機場市也沒得買 我最初看有一個 有一個就很搞笑 一個是Forset的 Forset的泡泡粉 即是正妝泡泡粉 再加一支primer 我沒記錯是粉紅色 裡面是粉紅色珠珠的primer 那在台灣好像買3300多台幣 我計算過除開是900多港幣 但誰知道在香港看到那個Forset 是要1000多 足足貴了100多港幣 Girley的泡泡粉旅行裝 裡面分別有兩個盒 就不是Forset來的 兩個8g 但大家就預算免稅店 就不會有好好的服務態度 他都不想騷擾你 看你香港人 他在這裡擾釀了這麼久 店員喜歡開給我看 裡面 應該大約是10粒波波粉 我試過上手 都頗滑的 初初很閃 初初因為有閃粉 其實這個是碎粉 不要看它那麼多顏色 以為是燃至碎粉 這個波波粉 初初很閃 但是推開手 就變成霧面很滑 閃粉都弱了很多 因為你推暈了 其實可以做一個定妝的碎粉 還有如果大家用到細嫂照 應該可以做光影 但它不是胭脂 雖然有不同的顏色 但它不是胭脂 其實台灣的戰利品已經全部講完 我買的東西已經全部向大家講完 有什麼Discount 買了什麼 在哪裡買 如果大家有問題 可以留言給我 我可以答得到 盡量回答 但如果大家不詳細地 我建議大家都是上網搜尋 比較好一點 下一節我就會說 哪些值得推薦去的地方 值得去吃的地方 還有我會說 今次我的酒店 有什麼種地雷的地方 希望大家不要種地雷 我們下節見 拜拜 敬垂 這個 我可以抽到